迎接金牛年 耕生美术研究会和新加坡华族戏曲博物馆 邀请24名书法家参加线上马拉松灰春直播活动 希望借助活动推广灰春这个传统新年习俗 比一灰 比利进挺的康安二字再结合竹叶完成创意书法 康安寓意健康平安 由耕生美术研究会会长陈钦次教授钦笔为活动拉开序幕 我们希望传统的书画艺术 传统的习俗这个灰春 能够让广大的人民去认识去了解 这个是华族文化的根基 除了灰春也有书法家现场作画画出栩栩如生的牡丹花 这个八小时的马拉松灰春直播活动 今天早上十点开播直到傍晚的六点 有24名书法家先后在线上挥毫做年画写春帘 把暖暖的祝福带给公众 公众也能在线上竞标书法家的作品 在线上竞标书法家里面